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都知识 在刚才那段视频当中 一名少年正在非常痴迷地玩这游戏 表情 动作可谓是十分夸张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看到这样一幕 这心里是做何感受 我再来问大家一个小问题 您家的孩子 他玩手机吗 当您把手机放在茶几 或者是沙发上的那一瞬间 家里的孩子会不会立马起来 把手机拿走 然后躲进卧室去打游戏 直到吃饭的时候 叫都叫不出来 孩子如此迷恋手机游戏 也让不少家长朋友们担心不住 而事实上 让家长们头疼的 还不止于此 有些熊孩子趁家长不注意的时候 还会进行一系列的神操作 副师傅和妻子一起经营这一家小面馆 平时起早贪黑的忙活店里的生意 下班回家也就很晚了 这一天店里不忙 副师傅和妻子就合计着提早打烊回家 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营收账算一算 可这一看 有一笔328元的消费 引起了副师傅的注意 副师傅的妻子清楚地记得 7月16号那天 她并没有买任何东西 那这个消费记录又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副师傅两口子 就调出了近期的银行流水 可这不查不知道 一查呢 着实把两口子 哎呦 吓了一大跳 后来叫做吴一姐 我发现那个手机 我看见里边 那个账单里不值那些 不值那个300多 我给打给两个公司 调出的记录显示 从今年4月开始 一直到今年7月 类似这样的支付 有近250元 共计37000多元 而这些钱 都是花在两款游戏上 夫妻俩一琢磨 这钱可能是他们 9岁的儿子蓬蓬 花出去的 看那个奶茶 广东那个科技人 应该是一个游戏 我们估计 怀疑就是我家儿子 玩游戏玩的 难道真的是 蓬蓬玩手机 花掉的那些钱吗 可再一想不对呀 手机支付 那得有密码呀 没密码 蓬蓬怎么能花了 这些钱呢 而且副师傅 妻子的手机 办理着这个消费 短信提醒业务 这段时间也没看到信息 提醒过她花这些钱呢 带着一肚子的疑问 两口子呢 决定问一下儿子蓬蓬 这疑问 蓬蓬的回答 让夫妻两个 这气就不打一处来 她冲游戏了 玩游戏兔子了 就是我苏密码 是让她偷偷地看见了 副师傅的儿子蓬蓬 承认了 是自己拿着妈妈的手机 给游戏充值 花掉了这些钱 并且 副师傅和妻子 没有看到短信提醒这个事 也和儿子蓬蓬有关 她把那个销毁的 那个记录 导给我删了 就是看到那个信息 要没那个信息 真不知道 不知道谢爹 花下多少了 不止这些 得知这一切 都是儿子蓬蓬所为 夫妻两个是既生气 又自责 两口子呢 之前也知道 孩子有玩手机游戏的情况 也管过 可由于自己生意上的事情 太忙了 所以呢 渐渐地呀 也就放松了 这方面的管理 现在孩子把三万七千多 都花在手机游戏上了 两口子难以节省 因为这些呀 是他们两口子 起早贪黑 辛辛苦苦 一碗面一碗面地 挣回来的 傅师傅和记者说 他呀 得卖三千多碗面 才能挣回这些钱 他们也很纳闷 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 能让孩子 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 把这些钱都给花掉呢 还有啊 这些花掉的钱 他能不能 要得回来呢 就是那些游戏上的装备嘛 他说 还有些什么那些皮乎 咱也不懂那个 我也不玩那个游戏啊 记者看到 打开蓬蓬所玩的 这款游戏的主界面 里面都有 类似于网上商城的入口 游戏里面 游戏角色所使用的道具 有些就需要购买 游戏内部所设置的点券去购买 除了游戏角色 所需要的服饰 还有许多 其他游戏角色 所需要的虚拟物品 那怎么想到 就是往里面游戏里面充钱了 我看见其他人 那些 有那些啥皮肤 枪械皮肤 枪械皮肤 背包皮肤 头盔皮肤 挂脸 买的挺多的是吧 这些你都买过是吧 蓬蓬只有九岁 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 他在父母 不知道的情况下充钱 这个能做数吗 傅师傅能否要求游戏公司退还这笔钱呢 关于这个问题 接下来让我们连线赵佳佳律师 请他给我们解释一下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是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那么他的民事法律行为 是需要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有代理的 或者说经过他法定代理人的同意或者追认 但是他可以独立实施存获利益的行为 或者说与他的年龄致力所相当的民事法律行为 保安中呢一个九岁的孩子充值两三万 这个肯定和他的年龄是不相匹配的 如果代理人呢既没有同意 也事后没有追认 那么这个行为就是无效的 可以要求游戏公司来返还 在这之后傅师傅呢也拨打过两家游戏公司的客服电话 要求退款 那么两家游戏公司又会是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游戏公司进行了一番调查了解后 将蓬蓬在游戏中所花掉的三万零八百元当中 两万五千八百元退还给了傅师傅 那么傅师傅和另一家游戏公司的协商又会怎样呢 这边需要您提供一个 您正确的可以提供到 刚才是一个对成年进行一个充值 或者是说在公共场合 有没有找到对应的一个小孩充值这些视频 或者您的孩子在玩游戏过程中 是有直播或者录播 可以提供对应的一个视频 给你们进行核实 这些都是可以的 您这边有找到这个相关的一个证据证明吗 不是 关键证明 然后我怎么证明 孩子那么小 我们家里也没有结果 我怎么跟你证明 家里没有安装监控 也没有其他证据来证明 彭彭是在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进行的游戏充值 其中一家游戏公司表示 这笔钱无法退还 遇到这种糟心事的还不止傅师傅一家 赵伯 高师傅 12岁的女儿 因为玩游戏 也找了一个麻烦事 高师傅 高师傅今年35岁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是一名出租车司机 妻子在家照顾三个孩子 今天高师傅特意等女儿回家 就是为了问她一件事 在上面的钱是不是你弄得花的 别紧张慢慢好好说 隔膀都说钱 说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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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高师傅严肃的样子 12岁的小姑娘 有些害怕 原来高师傅 有一天要还信用卡的时候 却发现 这个月竟然平白多出了 17400元的消费 短时间呢 有 从四笔 分别是刷了5000的三笔 2400块钱的一笔 大概就是两个少 财富都够 我说是这个钱是通过自己手机上攒走的 并不是说就是外人 在确认不是妻子花费的之后 高师傅找到了女儿 那么这件事情会和女儿有关吗 这个是女人的当天看的 就是当天有两三个是一期的 我看完以后就是那个人 就是六人以后突然夹了我 就给我发那个图片 发图片 什么图片 就是发抽中 背后肉马 就是跟了我一个克服群的 加克服群的这个号 就让我加进去的皮肤 领皮肤 就是游戏里边的皮肤 对 原来高师傅的女儿 平常在玩一款手机游戏 而且喜欢在短视频软件里 观看游戏视频 当视频作者答应小女孩 送给她一件游戏人物皮肤外观的时候 小姑娘高兴了很久 小姑娘高兴了很久 而且对方可是小心得很 最后还要销毁掉痕迹 对方完成了所有的操作 高师傅的女儿等了好久 或者游戏 送皮肤 或者送些小礼品 游戴小孩 还是会骗 高师傅也很无奈 自己的女儿才12岁 分辨是非的能力比较弱 也后悔 自己平时没有管着孩子 如果不是孩子 平时爱玩游戏 也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目前高师傅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 那么这个诱骗高师傅女儿的人 将会面临怎样的后果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连线赵佳佳 赵律师 看完上面的两个案例 相信大家也看出来 孩子之所以瞒着家长大额充值 甚至遇到了诈骗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沉迷游戏 游戏作为一种娱乐项目 它原本的作用 是为了让人们在休闲的时候 打发时间的 然而 这在心智尚未成熟 缺乏自控能力的孩子眼中 却变质了 从而沉迷游戏脱离现实 走向了虚拟 以此来获得满足感 孩子们不当的游戏行为 也让家长们头痛不痛 很显然 这样下去 是极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长的 所以 预防青少年沉迷网络游戏 迫在眉睫 2019年11月19号 国家新闻出版署就发布了 关于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针对游戏实名的认证 游戏时长 游戏充值等 做了明确规定 在此基础上 国家新闻出版署 又于今年8月底 发布 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 通知要求 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 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 所有网络游戏企业 仅可在周五周六周日 和法定节假日 每日20时至21时 向未成年人提供一小时服务 其他时间 均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 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要求 不得以任何形式 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 提供游戏服务 各级出版管理部门 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 沉迷网络游戏 有关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 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从国家新闻出版署 先后发布的这两项规定来看 相关机构 对于预防青少年 沉迷网络游戏 那也是相当重视 从游戏注册到游戏时间 再到游戏充值 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那么在此情况之下 这个起到的效果又如何呢 我觉得挺好的呀 确实是他们主要是学习时间长的话 就想放松一下稍微玩一会儿还可以 就是给他们控制一下时间 玩个十来分钟 这个时间太长 时间上控制 对孩子这个保护视力啦 对身体的这种健康啦 促进孩子的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了 我觉得这一点是挺好的 挺好的 我挺支持的 对 请的那个家长管的了 要是不管吧 他就悄悄哪行玩 妈妈我想拿个手机 不给 不给就不高兴了 要不就哭了 怎么怎么的 看得出来 大部分家长对这项规定的出台呢 那还是十分支持的 而这项规定实施之后 在预防青少年 沉迷游戏方面呢 也确实啊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而作为一些游戏企业 也在新规定出台之后 重新加强了游戏内的实名认证系统 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避免青少年 利用父母的身份信息 去注册游戏 转移他而出一地 让他知道这个出了门 家外的世界很好 后期在管理的话 肯定是不太好管 孩子不让孩子玩 你自己在那玩 那肯定不行 而且这样的处罚 是有法可依 有疑有据的 喜欢出来玩 喜欢出来玩 比那个手机游戏好多了 不玩游戏的就做练习题 也和妈妈出来转一转 你觉得这些好还是玩那个游戏好吗 转转好 转转好 我比较喜欢出卖玩 比较喜欢出来玩 我喜欢去客气管 给他让他看一些书啊 或者带他去玩一些别的呀 让他知道这个出了门家外的世界很好 并不是只有手机的东西 并不是只有线上一些虚拟的东西 让他出来看看好多东西 线上当中美好的东西太多了 我给你安排的 你要是做完的话 那可以玩一会儿 但是你要是 你什么都不敢让拿手机玩的话 是全家人在一起安静的阅读物 我觉得就是这样 或者带孩子做一些其他运动 对 做一些其他运动 玩一些游戏 意志的游戏 你想让孩子变成什么样子 首先你自己得变成什么样子 家长也很重要 这就是家庭的教育 家长的素质 引导也是很重要 今年9月14号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 成功查处 北京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通过自营的游戏平台 违规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案 该游戏平台 每日22时至次日80 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 接到举报并核实后 总队依法对该公司做出警告 罚款10万元 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 做出罚款1万元的行政处罚 现在这种变相的提供服务的方式呢 就已经明确的是违规要 另一个问题是实名认证问题 对于没有进行实名认证的人群 包括成年人和未成年人 都是不允许向他们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 那么在本次通知出台以后 对于上述的相关问题都进行了一个明确 如果游戏企业违规或者是采取了一些变相的方式 那么现在都可以对他们进行一定的处分 而且这样的处罚是有法可依 有疑有据的 然而事实上 有些不法商家为了盈利 还衍生出一些灰色产业链 比如在网上 竟然可以搜到解除防沉迷的软件 而在一些电商平台 还会出售或者出租一些 经过实名认证的游戏账号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上 输入了购买某游戏账号的信息 搜索后发现弹出很多商品 记者随机点开一家 与商家联系之后 对方发了一个链接 点开后是各种级别的游戏账号 价格从几百到几千元不等 商家告诉记者 游戏账号连同微信号一起出售 而微信号是经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 在对话框中 会时不时地弹出 平台严禁商家向未成年人 提供相关商品 禁止未成年人购买的字样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商家也没有对记者的年龄 有一个合适的程序 甚至于商家还声称 可以帮忙进行实名认证 其实在我看来 这样的商业行为 本身也是违法 即便是成年人将账号卖给成年人 也是不允许的 因为这里会涉及到个人信息问题 同时也会涉及到实名认证的问题 由于网民协议的明确规定 所以任何形式的转让和租借 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那么未成年人和成年人这样的抗边理由 也就不再成立 所以在这样的商业行为 本身它是违反民事法律规定的 也违反了行政的法律规定 甚至在大量买卖 网络账号的情况下 还有可能会涉及到刑法所规定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 所以这样的行为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新规定的出台 防止青少年沉迷游戏 有了制度上的保障 但是孩子真正要从游戏中走出 除了这些 更需要家长加强对孩子游戏账户和智能电子设备的管理 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